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我们过去介绍过一个全球驱龙化的现象 那就是在高龄少子化的发展脉络下 先进国家陆续延后退休的年龄 增加个别国民在职场贡献汉水的时间 像是日本,就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前沿 该国市值最高的企业丰田汽车 日前才推出众望政策 自今年8月起,丰田将重新聘雇 65岁以上中高龄高阶劳工 鼓励他们一路工作到70岁 与此同时,丰田也大力调整回聘的薪资制度 过往回聘薪资,固定按退休时的薪水打对折 今年10月起会按照个人的贡献 从优调整给薪 各路专家一致认为 这是对高龄劳工的一大利多政策 而丰田以日本最大企业的身份出手 更会对整个国家带来引导的效果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鼓励国民延后退休 特别是在退休金的发放比例上 给予了相当大的奖励空间 劳工若选择延后退休 可比正常或提早退休的人 拿到更高的退休金 可然到美国人储蓄比重较亚洲低 老年时的医疗开销很大 退休金的数额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但话要说回来 对一般劳工来说 产业缺工影响国家竞争力 这些都是比较不切身的大事 而人们最注重的 多半还是希望能早早存购钱 安心退休 尽早享受自己的第二人生 目前看来 随着大型经济体缺工问题浮现 人们寿命不断延长 延后退休的时间点 增加工作占人生的长度 看似已成定局 这不禁让我们好奇 当前世界上 那个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最早 答案相当令人意外 那就是拥有2.7亿人口的亚洲大国印尼 人们平均57岁就能退休 其实拿来跟其他类似的国家相比 印尼较出的数字仍非常独特 其背后的原因 在网络上引起讨论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印尼这个国家 我们过去曾介绍过 这里就简单带过 这是以人口计数 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是薄荷四国中 唯一对得起期待的国家 除了庞大的人口总数 印尼近年的经济增速 更令人印象深刻 根据今年早前一份报告 印尼在购买力平价换算之下 已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并将在不久后 超越俄罗斯这个传统强权 与此同时 印尼各方面的基础不算差 还手握着充沛的劳力 是当前最有望 兑现人口红利的几个国家之一 然而 该国独特的一面也就此浮现 那就是世界最早的退休年龄 根据2023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 印尼不分性别的劳工 平均可在57岁那年退休 另一份由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 更指出 当前印尼的富裕族群中 有将近六成正计划在这个基础之上 进一步再更提早退休 有人可能会问 富人想提早退休不是很正常吗 要知道 这份报告是针对全球范围进行比较 常被说贫富不均的台湾 也只缴出三成不到的数字 由此可看出印尼有多么独特 似乎人人都想提早退休 看到这里如果就下结论 认为印尼是个劳工天堂 这又稍微偏离事实 事实上 印尼法定退休年龄过低 一直都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而该国劳工实际的退休状况 也不如数字上显现得那么美好 我们过去聊过 印尼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经济体 人口尚未迎来老化的曲线 该国在婚生方面 仍表现出早婚与多产的倾向 这使得印尼拥有极其年轻的人口组成 国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与此同时 该国起步较低 发展较晚 国民的教育程度并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的数据 该国25岁以上人口中 大学毕业者才占不到全体的一成 显示该国劳动市场中 有超过9成的劳工没有大学文凭 而且这还是近几年实现翻倍增长的结果 时间拉回2011年 印尼拥有大学学士文凭的劳工 只占总数的4%多 而上世纪之前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当前印尼借零退休的周高龄族群 不仅人口占比低 学历、技术与体力都不如年轻小伙 以上数字透露出以下重点 在当前印尼的劳力市场中 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充斥市场 他们平均学历虽然不高 但比过往还是好上不少 而年轻人起薪低 体力充沛肯做肯干 在整个国家2.7亿人口的加持之下 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很容易就占据了市场主流的位置 相比之下 该国当前借零退休的五六十岁族群 出生于上世纪青黄不接的动乱年代 当时的印尼还被列入脆弱五国 描述的是这个新兴经济体 国内经济架构 特别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冲击 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苏哈托政权贪腐的裙带资本主义 常年把持这个国家的政经命脉 当时印尼的教育水准极低 国内各大产业均十分落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成长起来的印尼中老年人 放在现在的市场中 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印尼退休年龄很低 账面上看起来是劳工天堂 但背后却是中老年人失业的现实 而这个国家又非常年轻 人均不到30岁的现状 直接让中老年人的惨况遭到稀释 不仅无法反映在统计数字之上 也很难成为国民关注的社会议题 这里简单下一个结论 在一大票年轻劳力充斥市场时 低学历、低技术、体力又不行的老人 根本没办法投入竞争 这正是印尼的现况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印度 在同一份报告中 印度的法令退休年龄也很低 劳工平均在58到60岁退休 虽然该国许多行政区 现已将政府雇员的法定退休年龄上休到60岁 但整体来看 印度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境内中老年族群遭遇的现状 也几乎跟印尼如出一彻 其关键共同点就在于 这些国家发展较晚 家庭倾向早婚多产 国民平均年龄较低 而在关键发展期前出生的人群 来到中年以后就很难跟一大票年轻人竞争 特别是这些有看头的新兴经济体 进入21世纪后 多半都试过几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中老年劳工族群的适应能力最差 各方面条件也最不拒竞争力 当政府转服之新载道时 这些在传统产业还算稍有表现的人群 又会进一步被打入冷宫 目前看来 面对必将到来的高龄少子化社会 延后退休似乎是每个经济体都适用的政策 随着中高龄人才成为缺工解方 另一个问题就此浮现 这些人延续职业 或在退休后重返职场 对公司乃至整个社会有哪些好处 以日本的观点来看 中高龄工作者虽然体力下降 但通常忠诚且可靠 故往累积的经验 有助于做出更细致的判断 同时 适当的混龄职场 也会对整个组织架构带来利多 如果相处得当 彼此间的生产力与判断力将可得到互补 更有利下一代人才的培育 放远来看 高龄劳力重返职场 将有助于稳定社会 自我承担一部分对风险的耐受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社会福利的负担 而这也会回过头来 减轻年轻劳工肩上的负担 总结来说 印尼人虽然很早就能退休 但与其理解成早早退休享福 更贴切的说法 恐怕是早早失业 虽然如此 该国年轻劳动力强盛的事实 仍有望实现人口红利 对印尼来说 目前最大的问题 在于教育水准太低 远落后给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全球产业大洗牌的同时 印尼能否兑现天赋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